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 最近梅雨季暴雨过后 这个很多蔬菜价格跟蔬果价格 都大幅的上涨 对精打细算的观众朋友 跟这一个家庭主妇来讲 这个真的连边边角角都很珍贵 然后夏季的蔬菜实际上 也因为暴雨的价格涨了之后 很多婆婆妈妈上传统市场 或者是卖场来采购的时候 真的采购起来特别的心疼 那实际上很多边边角角的 这一个一般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容易利用的根 金 果皮 实际上他们富含着 非常丰富的植化树 那怎么样善加来利用 这一个日常生活当令食材的边边角角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会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洪强医生 你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生活好朋友 洪素清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医生好朋友 晨新门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雅兰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邦姐姐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洪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书清 最近只要一下雨 真的高丽菜本来一颗10块 现在100块 然后实际上蔬果果菜 这个今年夏天 可能有一些收成 会受到冲击跟伤害 那很多家庭主妇 不只采买果菜的时候 这个荷包 这个买单的时候会心疼 在用的时候 也多半是希望说 真的可以物尽其用 因为很多时候蔬果的边边 角角角料或者果皮 往往是它营养素最丰富的地方 没有错 趁着蔬菜水果 可能因为一波的大雨之后 造成它的价格上扬 我们刚好趁机学着 怎么样利用这些边角料 把它吃干抹净 把它吃干抹净 除了经济上的好处 还有环保上的好处 另外还有营养上的好处 经济上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以前可能皮都削这么厚 我们现在不削它 其实你就等于相对便宜了 那环保上的好处 你知道台湾一年的厨余 大概超过一百万公顿 那这些很多都是 有一些是你根本没吃的 有些就是我们削掉 这些边角的部分 那其实这些边角 在营养上其实更好 为什么呢 我们常常讲两个观念 我们现在最夯的 这些所谓的植化素 或者是可以帮我们抗癌 抗氧化的东西 有两大类的东西 一大类是 其实是植物的防晒元素 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因为它要保护自己 不要被太阳的植外线伤害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防晒的机制 所以防晒会带在身体里面吗 没有它当然是在外面 所以越表皮的地方 它这些防晒 可以抗氧化的东西越多 所以低皮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然后你又发现 植物会发展出一些 强烈的气味 比如说含硫化合物 这一系列 也是我们现在很夯的东西 对不对 它发展这个出来 是为了做什么 为了防止虫子咬它 还要延续下一代 大家要避免它吃 所以我这个气味很难吃 或很辛辣 一过来它咬了 就觉得我这没吃 所以那也是它保护一个 那这个通常在哪里 也是在外面 那甚至有一些 很重要的东西 像你看 比如说我们讲 凤梨很重要的酵素 酵素难道是 它最甜的地方最多吗 不是 反而是它的头梗 那个地方是多的 所以这些皮的梗的叶的 我们不喜欢的地方 本来抛弃的地方 其实常常是 它营养素最丰富的地方 比如说苹果 我们都知道 苹果皮里面的 我们所谓的胡皮素 比苹果本身多很多 熊果素也是 那比如说我们都在讲说 像萝卜 含硫化物 你会发现皮的地方 味道特别浓厚 因为它含硫化物特别多 所以我们今天去学着 把这些边边嚼嚼料 换个方式来用 不但美味又营养 而且还可以省荷包 真的问一下洪文师 刚刚肃清讲的苹果的果皮 就是这个胡皮素 植化素的一种 植化素基本上 是有种类之分的 对啊 我们看宁关前面 红色黄色绿色 真是非常鲜艳 这个叫做我们讲 天然的一些植物的一些色素 那当然它原始 是要让保护植物 他自己 结果人类很聪明 把他拿来吃了 发现哇 真的是对人类 现代疾病 真的好处多多 那有一位专家 他就根据他的颜色 给他分成 红色黄色白色 绿色跟蓝色的一些植化素 那基本上 这几种植化素 都有一些 抗氧化 抗老化 降低自由基 抗发炎 那当然他们额外 做了一些很多 比如说我举第一个 来自红色 红色一定来自于 像一些西瓜 番茄 �桃 茵桃 草莓这些红色系的水果 那个最多就是茄红素 胡皮素 这一类的 那红色 其实男生很适合 他们在做癌症 我一想到的那个茄红素 想到那个摄护腺癌 男生要多吃一些 茄红素的食物 会降低那个 摄护腺肥大跟摄护腺癌 那当然黄色系 就大家想到的 就是贝塔胡萝卜素 什么玉米黄素 这一类 像来自于一些 胡萝卜 那我们想到 小白兔眼睛红红的 应该是 我在想说 很多这一类 那他当然是他保护我们眼睛 那现在人很喜欢用一些3C产品 红色这一类 我们讲说对眼睛的保护会非常好 那白色最有名 当然就是大蒜 蒜素 那蒜素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闻癌色变 尤其是大肠癌 蒜素在大肠癌的预防 这一块 非常 那其实不只我们讲蒜素多酚 皂素 这些都属于那种白色系这一类 那这个降血脂他效果也非常好 那接下来非常有名 绿色系的 绿色系的植物 当然就是我们讲到这些十字花科的 花椰菜 菠菜 芦笋 这一类 那这一类很有名叫 银朵跟叶绿素 那银朵女生要多吃 我们后来发现银朵做很多研究 这位女生的乳癌 子宫颈癌 卵巢癌 这一块的预防 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最后面一个叫蓝色的 蓝色非常梦幻的颜值 像一些花青素 跟那个钱花青素这一类 那这一类当然来自于一些蓝莓 葡萄这一类 那这一类的话 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 它在帮助我们那个 尤其记忆跟脑部的这些 还有我们讲说 抗老化 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看 不只是颜色 它的对健康的那个 也是非常颜色 那接下来亚兰就要来分享 最近暴雨 这个梅雨季过后 菜价上涨了 真的 你们家侯昌明给的家用钱 有增加吗 当然没有 收入也没有增加 所以家用也没有增加 所以要分享边边角角用 对 边边角角一定要用 那今天我用的边边角角 有很多地方 也就是说像比如说白萝卜 白萝卜我们的皮 可能都会消掉 但是我们把皮不消了 洗干净 直接把它烫熟 好 所以你们家呢 这个暴雨过后 对 萝卜皮要吃 没错 高丽 那个花椰菜的梗 要吃 因为一般我们花椰菜的梗 小朋友很不爱吃 因为它觉得很硬 然后又有一个菜味 所以小朋友不爱 所以我也把它切成丝 然后一样把它烫过 对 你就不要浪费了 不要丢掉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 芹菜通常我们会吃 吃的是这个梗的地方 但是我们叶子也不要浪费了 一样把它切细 然后一样把它拌一拌 所以那因为夏天到了 我觉得比较可能食欲不好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凉拌的麻辣菜 厉害了 好 这个是手丝鸡 这个是川馆的招牌菜 那川馆的招牌菜要有调味啊 对 一定要有调味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自制一个简单的麻辣酱 你们家连麻辣酱都自己做 对 就可以自己做 其实还蛮简单的 所以你看景气不好 麻辣酱 焦麻油都自己做 花椒很便宜 外面都不会找洛师傅买 对不对 当然洛师傅的炒吃多了啦 那因为我们自己在家的是简单版的 简单版的先分享一下 你做的焦麻油是这一罐嘛 对 没错 好 那焦麻油煮材料要准备哪些 我们煮材料就是干辣椒以及花椒 就一般的干辣椒 对 一般干辣椒 那这两个材料就足以在家自己做一个焦麻油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做个一小杯这样子 好 然后油的量就稍微多一点点 好 我们今天为了示范油多一点 对 那我们先把油给加热 好 对 问一下陈医师喔 真的很多家庭主妇喔 如果善用边边角角喔 不只是经济预算上很划算 对健康也很有帮助 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刚刚杨兰姐有提到那个萝卜 它萝卜是把皮包进去的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食物过去的认为 都会觉得说 我们食物就是要吃里头那个比较甜 比较好咀嚼的东西 所以外面的这个皮通常都会把它去掉或者省掉 其实这个观念可以稍微改 因为我们发现在很多皮上 它的营养价值是够的 我们就举这个萝卜皮来讲好了 像萝卜跟茄子 通常大家会对于它那个皮的绞劲 都会觉得比较不好绞 所以通常都会在一开始料理的时候 就把它给刨掉了 可是其实在这个萝卜里头的胡皮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它还有维他命A维他命B 那胡皮素或者是维他命A维他命B 它们其实对身体的自然的营养的代谢 跟它的抗氧化抗老化效果 其实都是相当好的 再来讲到水果类的料理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吃葡萄 那古早就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其实这样是对的 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名词叫白粒乳醇 这名词大家会想到就是 美白抗氧化漂亮有效果 可是我们发现白粒乳醇 在葡萄皮里头的含量是最高的 在我们刚刚提到白色的食物 就是所谓的蒜头 我们以前在煮蒜头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会把蒜头皮剥开 然后把蒜头切一切拿来煮 其实蒜头皮本身 它的抗氧化跟抗癌的效果也是很好 真的喔 皮耶 其实它的皮里头有六种也是跟抗氧化有关的酵素 我们之前呢 蒜头大家最近的这个我们说香料类的 蒜头洋葱 大家都知道它是很保健的东西 也认为它对抗氧化抗发炎有很好的效果 可是有些人该补 有些人不一定该补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是这样 他大概四十多岁 他来找我的时候是因为他其实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过敏本来就有 那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那过敏状况非常严重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其实每一餐他都会加很多的蒜头 跟洋葱 大蒜料理 同时他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那些保健食品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 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太对了 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很多人不了解说过敏这件事情 它其实是我们的免疫过旺盛了 那其实有一些这些 我们说调解免疫或提升免疫力的东西 它会让你的免疫反应在更大 所以其实很过敏的人 他不应该是吃提升免疫力的东西 因为他会让你的免疫力在更高的时候 你的过敏症状会发得更严重 所以后来我是请他倒过来 请他把他原本在吃这些提升免疫力的东西 暂时先停下来 不要去一直吃他 后来他的症状才改善 所以我们要讲说 其实这些五色的东西是可以均衡食用 但是如果你单一食用的时候 他反而可能对于你已经有特殊疾病的时候 他的效果反而不一定是好 是反而可能会有机会扣分的 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那同一时间亚兰的油也加热了 对 所以我们就把干辣椒给放下去 然后还有花椒 然后就直接放下去 然后让它平均受热 然后就不要管它了 真的啊 熄火对 就不要管它了 就让它放着 然后放凉之后 那个味道它就会释放出来 等一下你就油加热之后 那热了高温之后 那干辣椒跟花椒就直接下去 下去之后这个锅子就可以熄火了 对 没错 就可以熄火了 我现在已经闻到辣椒香 对 就会有辣椒香了 好香喔 但如果一直高温去爆它 它会变苦 对 所以反而这个样子 油锅热之后都不要理它 都不要理它 平均加热到100度的时候 好香喔 对不对 它香气会分成 所以你在家里剪易的椒麻油 就这么简单做 对 它是鞭炒的食物 这道菜是纤维之质 含量是小香食当高 夏天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点 这种提味的东西 让你觉得整个香气上来 整道菜就非常地好吃 你今天造福糖尿素的人吃一锅 对 它比气龟要好吃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 原来一锅二用 这么含用的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买气龟 对 那通常是不是要等它降温之后 再把它取出来 对 因为我们要凉拌 所以它必须要冷油 如果是热的 它就整个就变 那个蔬菜就没有脆度了 对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放凉 那我们这边有做好的成品 好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今天就准备一个大的碗 然后把我们的材料给放下去 好 这个是刚刚的白萝卜 对 白萝卜 白萝卜皮 对 然后我们就用那个鸡胸肉 然后把它撕 鸡撕 对 把它剥一剥 所以你要做一个焦码凉拌菜 对 焦码凉拌菜 然后这个花椰菜的梗 好 花椰菜的梗也可以下去 这个是事先汆烫过的 都汆烫好的 然后这个是芹菜 好 芹菜 然后芹菜的一些叶子 我们也都把它发去 而且你看亚兰姐 它这一道菜 其实纤维汉量是相当相当高 尤其它又在抓的是这个 我们说下角料 就是它是边角的食物 所以这些它的上食纤维的含量 又会再更高一点 对 好 那亚兰再放一点这个黑木耳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调味 我们可以放下那个辣椒末 好 对 对 比较不辣的 这个是去脂的辣椒末 对 去脂的 比较不辣的 然后刚刚我们的辣油 哇 就是这个焦麻油 对 焦麻油 然后这个是香油 好 一点点的香油 对 香油 好 所以这个自己可以斟酌自家的口味 对 自己斟酌 然后这个是白醋 一点点的醋 对 醋 然后酱油 酱油 对 然后我还要一点点糖 好 然后这个是蒜末 再来还要一点点的糖 对 一点点的糖 所以让它抓一抓 对 稍微把它抓麻一下 让它入味 对 让它入味 然后我觉得这个啊 直接放在那个干面上面 也很好吃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大阳的焦麻手势第一支好好吃哦 而且吃不出是脚料 而且我觉得啊 它这个萝卜皮 这样的切法保留比较厚的 因为它在咬皮的时候 反而让它咬起来更脆 因为平常如果用心的部分 它容易一抓出水就软掉 对 反而因为这个做法 让它更爽脆 然后呢就整个咀嚼起来 口感非常好 然后呢 我觉得它这个焦麻油真的很香 对 因为夏天有时候就是需要一点点 这种提味的东西 让你觉得整个香气上来 整道菜就非常的好吃 对 这真的很强 而且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吃这道料理 对 在夏天的时候吃很开胃 它是微麻但不辣 对 它微麻 对 真的 那除了刚刚亚兰分享 非常成功的焦麻油之外 阿芳姐姐也要分享 夏天是瓜果的季节 阿芳姐姐厉害了 这个西瓜皮不要浪费 有妙用吗 因为我今天带来一个大西瓜 想说请摄影棚 所有的伙伴们可以吃西瓜 那我们一般在家里面买西瓜 如果没买整颗 也是半颗四分之一 对 那吃了那个果肉 其实它会有很多制造你很多的垃圾 厨鱼 就厨鱼垃圾 就是那一块西瓜皮 那其实西瓜皮 那个部分就叫西瓜白 脆衣的部分就是西瓜白 它用途很多 就这一块 对 我今天有先带来的 请你们喝果汁 这是西瓜白做成的吗 西瓜白 不是西瓜肉 它不是西瓜汁 它比较粉红色 对 我也想它颜色很好 西瓜白加什么 我们切金钻凤梨那个芯不是很大吗 有凤梨的那个香气 然后最后 因为瓜比较含凉 凤梨也凉 然后西瓜也凉 所以你们后味 有没有喝到一点点微辣 酱 酱 对 所以是原汁 西瓜白的原汁 那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在现场 企划说 希望可以带一颗西瓜 那听 每个人去买西瓜 都在拍 然后不用带你到底是在拍什么 反正就每一个有拍就有算 其实我有请教过瓜农 他说 那个声音比较响亮的 表示那颗西瓜比较脆 对 比较少年 然后如果拍起来声音比较闷 那表示这颗西瓜比较成熟 里面它会怎么样 比较刷 刷刷 对 然后其实太脆 可能它的甜度就不太够 不够 可是太过刷 表示它可能过度成熟 不够脆 这个口感也不好吃 所以基本上它说 如果可以 你们还是要买有信誉 为什么 你看看那个西瓜上面有盖印章 它就是盖印章 就已经差不多熟了都可以吃了 它就有一定的水准 熟度 如果没有收走的 它可能是比较刺激的 可能就会 就是专业的拍刮专家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找你信誉的店家 还有一个比较方式 就不要贪多 你不要像我今天一样 我们是因为盛鹏很多人 对 你买一颗瓜 其实也很伤脑 其实我们今天是因为盛鹏 要喂养很多人 一般小家庭这样真的会浪费 我请他跟我拍一拍之后 他说这颗不老不年轻 是不是这样子 不老不年轻 那通常 在家里面要剖西瓜 你要找一个比较长款的刀子 对 我们没有西瓜刀 你不要拿菜刀 菜刀一个味道太短 妈妈就会被夹住 就长款一点的刀 有时候真的会 就是夹在那里 而且为什么我每次切西瓜的时候 我切第一道就 裂开 握手 那个是握手的 对 太熟的 然后它其实是没有断的 漂亮 漂亮 你看看起来是不老不年轻 对 好漂亮 但是我们在讲说 在家里面处理瓜 你不要一次 像我在家里面 就是侍奉家人是会怎样 叫做贤妻良母 就是所有水果也会把它切好 放保鲜盒的 然后放在保鲜盒 请他们吃 唯独西瓜这件事情 我不会先做 为什么 因为一旦你西瓜切开 离开了那个皮 之后它就会开始一直出水 出水 你的西瓜就会瘦掉 对 它就会散掉就对了 它的新鲜度也会受到影响 对 我们就是在吃的时候 你才去做切下来的动作 不然的话 你提早切完 它就烧水去 那就不好吃 就软了 然后你就是基本上 就用保鲜膜 那个贴紧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放在冰箱 要吃多少 我们就削多少下来 然后趁新鲜的时候把它吃完 那在家里面当然削下来 小孩就吃这个果肉 对不对 可是问题这个西瓜白啊 妈妈就是丢掉 你会那个有吃西瓜的那几天 冰箱那个什么 就是厨余 厨余特别重 垃圾就特别重 对 可是我们可以 可以留下来 对 妈妈在切的时候 如果你是要榨汁的 你就可以这样处理 留稍微带一点点的红肉 可是这个地方通常也会觉得没有很好吃 对 对 可是它打果汁 它就提供了最适当的甜度 那如果我们要做菜的话 来 换一把刀 你就可以把它 像这样子 我看你还是有去一点点这个绿皮外皮 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脆衣的部分 它是最硬的 它煮 你就像你拿去煮汤 会跟煮冬瓜一样 会留下一个硬皮 然后可是如果我现在把这个硬硬的脆衣 最硬的 切掉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要它 哇 这厨鱼就变好少 对 那就只有剩下这样 然后呢 现在菜贵啊 你找不到 取代刺贵的 汤要煮汤对吧 那我今天就用这个西瓜白 来做一道三鲜焖西瓜白 所以你把它切成这个薄片 对 很像肉丝肉片的概念 其实你们可以从生的 你们可以吃吃看 好 我来自生的看看 你试试看啊 其实它很消暑耶 萝卜的那种感觉 夏天有时候常会好像很中暑 不难吃耶 不难吃啊 蛮好吃的 然后煮好的时候会更好吃 就好像气鬼啊一样 气鬼啊一样 对 它只是甜度不高而已 它的水分跟它的摇杆是ok的 很像瓜果类的 对啊 像不甜干掉的哈密瓜 对 不甜的香瓜 不好意思 我们是没机会吃的不甜干掉 因为你弄得更疲 那阿芳姐姐 你现在的三鲜西瓜白 我的第一个 刚刚爆了香菇 第一鲜 可是你的香菇下去也是有放一点酱油嘛 对 对 我的第一鲜是菇鲜 这样子香菇才会吃一点酱油的这个煎味 味道 对而且是干煎的 那这一道三鲜西瓜白 如果没有西瓜白的时候 还可以用什么食材 西瓜 西瓜 冬瓜 夏天的瓜通通都可以 就等于是三鲜闷 三鲜的闷瓜 对 有一句话叫做 吃醋肉 醋肉不如吃芹肉 吃芹肉不如吃鱼肉 其实鱼肉里头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跟它这个D 脂肪类的东西 同时它有很多的维生素D跟矿乳质 所以它在吃进去的时候 消化比较容易消化 没有西瓜白了之后 还可以用什么食材去做 西瓜 西瓜冬瓜 胡瓜 夏天的瓜通通都可以 就等于是三鲜闷 三鲜的闷瓜 对 就水性的瓜类都可以 所以菜瓜也可以 胡瓜也可以 西瓜也可以 对 菜瓜比较绵软一点 基本上是像胡瓜冬瓜这样 有一点点很多水分 可是又有实体的口感 所以我们爆香香菇之后 我把香菇拿起来 对 为什么 第一个鲜 因为我等会最后放进去 它的味道才不会一直煮 被煮掉了 好 第一鲜放着 然后再一点点的微量的油 好 所以三鲜是分三次来爆炒 是不是 没有 我先只有这个香菇还有开洋 好 开洋也要爆香 对 好 我的开洋放下来 哎呀 我不小心把 我开洋里面一点水 但是开洋也是要把一点点的水腥味走掉 对 我要把那个腥味刚好把它走掉 所以一样要爆一下 对 那我在这个阿芳姐的爆炒羊的同时 我请教一下洪医师 西瓜 瓜肉跟瓜白 比方说有肾脏病或者有糖尿病的人 能吃吗 大家知道西瓜 当然我们都把它咬下去 它里面就好像在喝糖水一样 它的结构5%是糖分 95%是水分 的确是一个糖水 没错 那只是它 当然它很多 还有加一些 它膳食器 瓜果 瓜类的膳食纤维不多 它水分含量很多 那我们这样说 糖尿病的病人 或是我们讲 我举一个案例好了 尤其是肾脏病不好 要特别要小心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六几岁的 他洗肾病人 本来他是135洗肾 那后来他大概到礼拜天晚上 他受不了打电话给我 为什么 他觉得他心悸受不了 我问他为什么会心悸 他喝了一大杯的西瓜汁 那西瓜汁里面那个 甲离子含量太丰富了 对 然后造成 那他赶快我叫他赶快来紧急洗肾 所以洗肾的人不能大量吃西瓜 那糖尿病的人也不能大量吃 是一个 我们每次低血糖都叫他喝个西瓜汁 就可以升糖了 他可以很快就解决低血糖 因为他很快的就进去 那很快就升糖 所以他会造成你的血糖忽高忽低 对 这个是危险 所以我们讲说可以吃 但是要多吃一些纤维 减少他的 那反而吃西瓜百也会比较 对 所以我刚刚要问的问题 就是糖尿病的可能刮肉 只能随便吃个两口 就是要节制 但是刮白应该就安全了 对对对 它的量可以吃的比较多 它纤维比较多 好 那你看你今天造福糖尿病的人 吃西瓜 对 而且它煮起来会比你 原始想像设定的 来得更好吃 而且它现在颜色也很漂亮 对 它现在的刮白 因为有白色也有红色的层次 对 那所以这一个 刚刚本来爆香的是虾米香 对 现在刮白下去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香 对 放一点点的姜在里面 因为跟丝瓜一样 瓜比较凉 所以还是搭一点点的姜丝 好妙喔 那这个刮白另外配的三鲜 现在是还没有要下 还没有 我现在先来焖这个刮白的部分 好 然后我泡香菇的水 好 用香菇水高汤来焖它 对 让它们先盖起来 跟我们就是所有的什么 卜啊 冬瓜啊 丝瓜一样要先去焖煮 好 然后另外利用这个中间的时间 我们的第一鲜三鲜 第一鲜香菇鲜 我已经把它处理好了 再来第二鲜 我们今天准备了有那个 虾仁的肉丝 对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酒 稍微腌一下 稍微的腌一下 好 所以虾仁的部分要料理之前 再腌一下下米酒就够了 对 所以不需要腌非常久 对 那我们的肉丝是先要有前置作业吗 要 我现在要来拌 所以一鲜两鲜 再来第三鲜 肉的部分用白胡椒粉 放一点点的酱油 没有不想用酱油的颜色 用盐巴也可以 好 所以在这里其实刚刚的香菇爆炒之前 也是放一点酱油 那现在的肉丝 基本上也是放一点点的酱油 对 让它吃进去一点点的酱味 对 先把味道吃进去 那因为我今天都是用瘦肉片 刮很多的水 对 我还是希望它收浓 所以放一小汤匙的地瓜粉 地瓜粉 为什么这个时候是挑地瓜粉 不是挑太白粉 因为有颗粒 有颗粒它不会遇到水 它没有存在感 哦 太白粉就没有存在感 对 太白粉会没有存在感 地瓜粉 因为它做出来 制粉出来的时候 是有颗粒的 好 同一时间 我们的西瓜法也好了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会闻到很浓的那个瓜香 对 对 很像那个丝瓜的味道 对 很像丝瓜的味道 对 很像丝瓜的味道 然后原则上我们稍微试一下 你可以看到 哎 软了 对 我脱了就过了 入口即化 对 这个地方会有一点摇感 可是在前面 就是中间的地方 这是软的 你去炸 炸炸看 它可以炸得过 对 可以脱过了 我先把调味料 一点点的盐巴 因为等会儿三鲜 本身有味道了 好 然后我现在把这肉片 好 放进来蒸 所以肉片在这里 是有一点点蒸煮熟的 对 有点微蒸的效果 虾仁 虾仁 好 那三鲜的鲜甜的这个 湯汁也会会上去 对 然后来乌香 然后补一点点水 好 我们再补一点点的水 然后大概这样子 只要两分钟 它整个上来 滚了 就OK了 好 那我们等它一下 吃西瓜其实我觉得 暴食三个原则 第一个就不多吃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它的钾离子含量高 甜分含量高的关系 所以吃的量是适当 第二个不冰吃 其实很多人在吃西瓜 你会习惯就是放在冰箱 因为冰冰凉凉的 夏天吃很消暑 可是当你长期 是这样子吃西瓜的时候 其实对你的胃的负担是很大 我记得之前就有一个 减重的病人 他跟我说 他试过各种网路上 你可以搜寻到的片方 每个都试过 有个可能大家都没听过 就是吃西瓜减肥法 有人有听过这个说法吗 没有 没有 我好怀疑这件事 对 我也是听了 我减了没法 对 我听了想说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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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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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这样子 没有没有 因为想吃又多吃又超飙了 没有 我刚才洛师傅有听过 你就知道这个方式 这个可能洛师傅试过 可是可能效果没有出完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对 那为什么呢 他的说法是说 因为其实西瓜里头水分量高 他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绞劲 所以吃完之后 再经过肠味道吸收 反正他有个理论就是 最后他这个负热量食物 就吃完你反而没有热量 然后他就因为看这个文章 他想一想他觉得很有道理 又吃西瓜又开心 那他又可以吃开心的食物 又可以没有热量 他就开始实行吃西瓜减重法 他吃了三天 第三天怎么停止呢 在急诊室 医师勒令他停止 他吃到第三天的时候 他整个人是上吐下血 他其实都没吃什么东西 就是直接到急诊室 就是急性肠胃炎 太冷了 那原因真的就是因为他吃的时候 他都是 因为真的 如果你放西瓜 大家知道 你放在那里吃了就没感觉 你一定要冰着吃 同时他冰着吃 又一整天要吃西瓜 就是空腹吃 所以呢我刚讲的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不多吃 第二个不冰吃 第三个就是要饭后吃 因为其实吃这个西瓜的时候 西瓜的甜 会让你在很饿的时候 一下子吃进很多的西瓜 同时如果你又吃了冰又吃了多 你其实就很容易让你自己 尝味道不好 又容易肥胖的问题 所以吃西瓜 尤其水果很多 我们建议饭前吃 但西瓜比较特别 我们建议你在吃的时候 如果你家里是准备西瓜 就把它当成饭后的一个小点心 这样你的量可以适当 但是你又可以吃到 当季的水果 对 好 那可以看到 哇 所以最后蒸两分钟就熟了 对 很快肉片啊 和一和 然后山鲜让它搅拌均匀 对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哇 她刚才的山鲜薯瓜法好好吃 原来薯瓜法吃起来是这种味道 你说它口感像气龟 可是它在靠近皮的地方 它那个Q感就是气龟又很难比的 因为它比较结实 可是它不会结实到难咬下去 因为它吃下去你就觉得 这是品质相当优良的气龟啊 而且呢 它有一个像 很甜 阿邦老师更聪明的是 他要用山鲜来炒它 对 因为它本身其实是 瓜香味在我们老实说加热之后 香味没有那么明显 对 这个时候它只是像它的汁 跟它一点点淡淡的甜味 这个时候我们用山鲜去炒它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海绵 它会吸收那个山鲜的香气 对 所以你一入口就觉得 哇 它好鲜喔 好香 然后咬下去之后就觉得 它的口感非常好 然后会有juicy的感觉 重点是它会淡淡的回甘 因为它又比气龟啊的甘甜 它是不一样品系的 不一样 所以老实说它比气龟啊好吃 大家真的可以试试 原来一瓜二用 这么好用的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买气龟啊 对啊 最重要的就是 今年的夏天 吃西瓜 垃圾就大大减掉 对 浓于减少 环保 对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洛师傅也要分享 这个今天要分享的 边边角角除了洋葱皮 跟很多边边角角 可以熬高汤之外 连鱼块 鱼肉也是 对 那我们来做一个 类似一个粉丝堡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是用新鲜的鱼片 然后用鱼骨下去熬高汤 然后最主要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用洋葱 那这洋葱它有一个 就是这旁边的纤维 我们稍微把它剥掉之后啊 它会变成这样子 嗯 那这个之后就放下去 然后下去一起熬 熬到最后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起锅 所以这个是洋葱高汤 对 洋葱高汤 跟我的鱼骨高汤 哦 对 一起下去熬的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起锅之前 我们就丢上一些些的 这个我们的芹菜叶 嗯 然后这里面也加上了我们的 就剩下来的这个柴鱼 有没有屑屑这个 有没有 把它加进来 对 然后就肺部利用嘛 那最主要的 我们这一个还会加到葱 这葱的话 我们不是用葱白那个大部分 我们是用葱绿这个部分 那葱绿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大家一买回来之后 这洗干净了 然后洗干净之后 这尾巴怎么办 就把它揪掉了 其实这个是最香的地方 你就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 所以熬保汤吗 没有 等一下我们要做粉丝堡的 那个葱香的来源 哦 真的哦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就不用浪费了 有的摊摊都直接把上面切 对对对 你可以把它留着 你看这个多好用 然后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怎么去用呢 来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鱼 先把它拿过来 这个是市面上蛮常见的鱼鱼 鱼鱼 那我这个是山泉鱼鱼 它的肉质会比较Q 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 头这个地方先把它取出来 然后就很简单的这边画一刀 然后简单的画一下 这不会喷 没关系 你不要让它喷 因为你跑我就知道它会喷 这样子 拍一下这个 我是在从这个角度观察 对对对了解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一剁的话 它真的会喷到整身 那你用一个拍字的方式 它就不会剁了 不会喷了 来 这样子 好 然后慢慢的往这边 所以现在在骗鱼飞力吗 对 鱼飞力把它片下来 可是 师傅你刚刚就是刀子下去 然后碰到鱼的中间的骨 然后再平骨 平骨切 平骨切回来就变成这样子 好漂亮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过来 这边也是平切 然后这样子 然后你就压着这边 如果你怕切到的话 你就这样子压着 然后慢慢慢慢的划刀 然后它一到骨头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阻力感 你就前后拉刀就可以了 像这边有很多的肉 不是鱼 鱼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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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边很多的鱼翅 然后这边 所以你这样子片干净之后 这块鱼肉就会变成典型的白肉鱼片 对 然后要教大家煎鱼的时候 不要让它有一点点 就是紧缩的感觉 你就是在这个皮的地方画几刀 不要太深 可以这样子斜纹 对 直的这样子切 好 然后再翻过来 这边也是一样 肉的这个最厚的地方 两面都要切 对 切个两刀 你这样子再煎的话 你都不用沾一点粉来煎吗 不用不用不用 就直接这样子煎就可以了 干煎 对 干煎的方式 那你沾粉下去的话 它煎起来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粉状 吃起来口感就比较不好 那有的会撒上一点点的盐吧 对 其实不用热度够的时候 你就下锅了 好 这样子下去煎 好 让它有一点点油脂 因为等一下我们下去爆这个 青葱的时候 油脂也一定要多 好 所以下去的时候 你第一个先不要动它 所以师傅如果你是整个鱼 没有抹任何一点点的干粉 让它干 你现在锅子内看得到 它会有一点点油爆 它爆的是水分 对 因为那块鱼肉 必定有水分嘛 对 那这样煎的逻辑就是 锅子要够热 油要够热 对 两个都烧到够热到一定程度之后 那个鱼下去才比较不会喷 或者黏锅嘛 对 那我们下去的时候 它有水分的时候 它会不断地喷 等它没有水分的时候 旁边产生焦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翻锅了 所以你用这样的判断的话 它煎起来的鱼片 就会很好吃 好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没有 稍微有一点 这边 有一点焦 对 这边有一点金黄了 这时候你就稍微铲一下 水分还会继续跑出来 还在喷 对 其实煎鱼 很多女生都会一直想说 跑了没 然后就一直翻面 这样子是真的不行 不要 你就是要看到旁边 有一点点焦化之后 你才去翻它 对 那这个油我有加比较多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爆那个葱 的那个葱绿 所以油要多一点 才会产生香气 好 好 来 我们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 对 这边没有铲到的 它就会黏在锅子上面 可是你翻起来就是这样子 好 好 稍微把它煎一下就可以了 好 让它香气起来 稍微把它底部的这个鱼皮吐一下 对 让它可以这个顺利的翻面 对 这样翻过来 哇 哇 它会有一点点的水分 好 一点点水分都正常的 对 然后一点点划破是刚刚 刀子也划破一点的鱼皮 对 对 你这样子就不会比较缩起来 好 这个油我们就放下来 葱绿 哇 油在这里面我们就开始爆 现在有一点点像葱爆牛肉在爆头 对 这个爆下去的时候 葱的香气才会出来 其实葱尾的香是特别的浓郁 真的 真的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它爆 为什么不是葱白的部位呢 其实葱白它只是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还有它的那个简单的葱香味 最香的是在葱尾这个地方 真的好香 那你就爆到 现在那个香有点点像人家在爆葱油饼跟老 对 有葱油饼的味道 好 你要爆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底下这边产生金黄色的 对 对 好香喔 好 来 我们的这个番茄要先下去炒 你一定要炒到像这样子有没有 这个已经产生这样子一个香气出来 然后又有一点点上色的 好香喔 刚刚感觉仿佛盛鹏在煎葱油饼 而且是超香的葱油饼 对 就是一定要起锅的那一叉大的葱油饼 对 而且感觉是现做的葱油饼 对 好酥喔 这个下去炒 其实葱尾的地方 我们大部分都会拿来做葱烤鸡鱼 对 葱烤鸡鱼的时候它也要大量的葱 好 这炒到那个茄红素出来之后 有没有看到红红的这样子 对 然后你要炒这个番茄 一定它的酸气减轻了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你会看到番茄有点沙沙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放上我们的绞肉 真的 你现在的味道就开始有葱烤鸡鱼的味道了 对 然后 因为放上绞肉的原因是一样 有一点点的肉的那种肉香的感觉 那你不要放脂肪太多的绞肉 这我完全是用瘦肉的感觉 好 你为了提它这一个粉丝煲的鲜味 对 所以你用一点点的肉末 然后来配这一个鱼肉跟鱼高汤 对 然后我们的香菇 香菇也是用干香菇 那我的量会比较多 然后就是继续这样炒 番茄一定要炒到全部糊掉的时候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放下去炒 然后再过来有一点点海鲜的味道 你也可以放虾仁 可是我会放虾米的话它会比较香 好 然后你看我们的油脂 刚才是不是加差不多两大次下去 对 我们煎好了这一个我没有煎到说很熟 我只要外皮金黄色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个你看炒的时候 其实它的油脂有没有看到 完全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被蔬菜完全吸收了 对 那确实番茄也会吸一点油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炒到它整个香菇都出来之后 其实这一锅简单的加上任何的稀饭 都很好吃 或者煮个汤面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然后这个很简单 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酱油 让它有一点点的体味 哇 好 这个下来之后 酱油香遇到锅子 它产生嗆味的时候 它会有酱香起来之后 我们把我们熬好的这个高汤 好 来放进来 这个差不多有将近六碗的高汤 已经熬到这样子 有没有 这个就是用差不多刚刚的一个鲁鱼的 剩下的鱼头 噴下来的鱼骨 一起熬的 一起熬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让它滚就可以了 滚起来的话 它的这个热气够的时候 我们冬粉才下来 好 刚刚那样干草感觉好下饭喔 对 刚刚在前面那一段下酱油之后 感觉可以起过 对 感觉可以起过好保湿的段段 对 好 滚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它香气其实现在很不一样 不一样 对 然后这个刚才我们切的这个葱 我们也下去爆香 我们要让它有一点点脆的口感 好 那有的洋葱会下去爆香 可是这个洋葱不用下去爆香 我们要粉丝包有那种 我们讲的那种脆脆的感觉 然后葱白下去 有让它有一点点嚼劲的那种 然后我们的这个 哇 冬粉 冬粉下去 冬粉我们泡过水了 有没有 好像酸汤鱼喔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下去 来 直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鱼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鱼片虽然是有些这个 可是这个还是脆的 对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下去 其实它的熟度就刚刚好 这个把它放下来 你看它一把就可以下来 对 全下了 然后稍微煮一下它就熟了 所以它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放上 我们这个炸好的这个酸头酥 好 酸酥 加上我们的这个 油葱酥 对 然后这个蛋酥 蛋酥 对 洛师傅山酥 对 我发现它很多台菜 这山酥都一起线 其实粉之堡 加上这山酥的时候 我跟你讲 整个酥 整个酥下去的时候 身体就舒服了 哈哈哈 你没有发现像 北菜肉那一类台菜的 对 对 那我们加上一点点的糖下去 综合一下它的味道 然后我们试看看它的味道 到底够不够 不够的话我们要加上 一点点的盐吧 好 对然后我们这样子一滚了之后 就像这样子 我们简单的加上 一点点的胡椒粉 起锅再加 这样子就可以完成 这一锅的粉丝堡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哇 这个是这个鲁鱼 葱香粉丝吧 好好喝喔 对 其实葱尾真的下去 多加利用的话 其实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里面有两种葱 一种是它最后丢进去的洋葱 西一点点的清脆的葱绿 新鲜的葱绿 然后一些就是它已经爆过了 爆过的这个部分 真的你一咬下去 就会觉得那个葱香满意 真的是爆过完全不一样 那个香气非常的浓郁 然后呢 你就有点想说 这个很像人家那种外食 那种上海菜的哪里 那种葱开微面 有没有 香香的浓郁的香气 可是它那个洋葱啊 帐放是对的 因为它就非常的爽脆又甜 然后这鱼啊 本身非常的软嫩 你很难想像说 刚刚觉得也才这样煎煎煎之后 因为煎过之后 它有那个香气才会出来 那整道其实不会太辣 然后白胡椒跟葱香是很搭的 对 所以这样子搭配起来 你就觉得是一个 因为现代人常常是在夏天 虽然天热 它常常都是冷气开一整天 这样一喝就会觉得 全身好像暖起来 暖起来 就暖流起来 非常非常的可口 其实讲到这个鱼肉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吃醋肉 就是说如果是那个牛猪那一类的 不如吃鸡鸭这一类的 那如果吃鸡鸭这一类 不如吃鱼类的 就是鱼肉类的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鱼肉里头 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跟它是个低脂肪类的东西 同时它有很多的维生素B跟矿物质 那它的这个蛋白质的结构是比较 我们说比较松散的 所以它在吃进去的时候 消化比较容易消化 但是要特别特别跟大家提醒的是 其实鱼肉大家很多人怕吃是什么 鱼刺的问题 对 所以鱼刺的部分 其实真的你在吃的时候 稍微小心要挑掉 那如果你吃到真的不小心 卡进去的时候 不要急着用 以前过去都说弄饭 弄醋去把它做下去 千万不要这么做 之前有个大概五十几岁的一个阿姨 这阿姨她有一天就是可能 也是在吃家常菜 就吃到了一个 感觉到自己卡到一个鱼刺 那想说没关系 以前都弄饭什么OK没有问题 她就开始自己处理自己处理 注意到隔天早上的时候 她开始觉得这个鱼刺好像真的卡住 还是没有掉下来 甚至她觉得她的左肩开始酸麻 有那种酸麻的感觉 她觉得不对了 那她就去找耳鼻喉科 去找大医院的耳鼻喉科看 耳鼻喉科进去看内视镜 是没有看到的 后来她们临近一动去做了那个断层 结果一发现 它是一个鱼刺已经往后卡 卡到那个咽喉的正后方 它离颈椎只有一公分的距离 很危险 对 她其实已经有些微的 就是等于她已经有点碰触到颈椎 所以她的手脚的 这个手的酸麻 可能就是已经刺激到了颈椎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在吃鱼的时候 鱼是个很好的料理 但是你在处理鱼刺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如果你真的吃进鱼刺的时候 白饭 它只会让你的鱼刺越卡越深 如果你卡进去千万不能吞白饭 醋 人家说醋可以溶解那个鱼的骨头 这个观念是错的 因为如果醋真的能够溶解鱼的骨头 那你喝进去的时候你的器官大概被溶解光了 所以其实这两个想法都要稍微改变 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在吃鱼的时候多小心 你在料理鱼的时候 你把这些鱼骨头精心的稍微挑出来一点点 其实吃这个鱼就是个很好的选择 好 那节目最后 我提醒大家第一个 比如说像櫻桃核 苹果核 这一类它种子里面有一个叫青青酸 你如果把它硬是把它吃掉 吃到一定的量是会中毒 产生头晕甚至呕吐 严重的话还有死亡的风险 第二个就我们讲四季豆夹豆类 那两边尖尖的 还有一些夹丝 这务必要把它撕掉 它里面有一些我们讲一些植物的一些 凝血素或者说一些灶素 你如果没有把它丢掉 吃进去也会迫害你的血球 造成一些恶心呕吐等等 所以任何食材到底能不能吃 大家还是上网去搜寻一下 它的一些资料 好 谢谢洪文师的丁玲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脸书不定期 也会有各种直播跟分享正理 分享给我们的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